听说向小姐的星系就要开播了 影后头显止日渴 还不是全靠沈总在 等一下 是他 沈艳势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说 他不是在国外吗 该不会回来了 好 我知道了 艳势 小初 现在是凌晨两点 把我丢在这么偏的地方 我怎么回去啊 天好黑啊 都没有人 我害怕 能不能把我带到市区 再让我下车 我说下车 怎么 白月光一个电话 就可以不够替沈死活了是吗 我很高兴你自己 你摆清楚自己的绘质 嗯 沈总 这外面已经下雨了 而且这附近确实人烟稀少 万一向小姐遇到坏人 怎么 你也被赶下来了 是沈总担心向小姐的安危 特意让我来照顾你 特意让我来照顾你 她怕您淋雨 专门给您打打死 小南 或许任性本就贪婪 总是会忘记最初的所求 在这狂风暴雨中 我最初想要的不就是一把雨洒吗 现在为什么还要怨还要恨你 而是沈宴时 我现在已经有了灵你的能力 所以你的伤 不稀罕 我的祖宗啊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怎么不接呢 我昨天差点见我祖宗 说吧 咱们什么事 昨天咱们新剧刚刚开播 就上了热搜 剧方的意思呢 是让你和男主下则话 吵CP吸引更多的粉丝 南方那边已经同意了 就差你了 你是不是忘了 这部剧的亲爹是谁 沈宴时会同意吗 哎呀暖暖 你就跟他说说呗 而且啊 你当时跟沈宴时在一块 就是为了登上更高的领奖台 别本魔道志啊 是啊 我当初跟沈宴时在一起 无非是为了拿影后的梦想 怎么就在这段看情中 迷走深险了 好 我知道了 宣剑 走吧 哟 这新剧火了 人的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吗 看不见有人吗 你这扑了七八步去 眼睛掉到脚底下了 不也没看见人家 像的 你堆什么 不就是仗着有沈总 自己坐了两年的暖床丫头 还真把自己当沈太太 我告诉你 人家摆月光和回国了 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 所以宫也真的回国了 怎么 你还不知道呀 看来沈总也没有把你看得多重要呀 张琳呢 你很闲吗 你要是真的缺锯盘 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资源 恶毒婆婆这决心 你本色成眼 向暖 你什么意思啊 啊 有劲在镜头面前抄抄 在这抄什么 向暖 你给我等着 我看你这个赝品能得到什么时候 让开 祖宗 你跟他抄抄什么 宫也回来了 我去沈严实真的不需要我这个提示了 宣姐 你去跟局方那边说一声吧 我同意跟夏泽化吵CP了 真的 那 沈总那边 我 准备跟沈严实分手 什么 分手 或者说 不能叫分手 我跟他 毕竟只是提身和金主的关系 根本就没在一起过 只能说是 拆毁 可是你跟他分手你的自愿怎么办 你直线拍摄一日都是沈总投资的 你跟他拍了不就 宣姐 我们已经分手了 空拆散彬 什么 夏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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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跟我们一起来 关系 给我 我给这个男选 我们去第五号 你最棒 去哪个车 我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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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没必要吧 当然也就有经验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会再接再厉 把更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下文化 你和娜娜真的在一起了吗 嘘 是个秘密哦 他们一定是真的 我拿我的桃花蜜杂毒 知道我们呀 喝这么猛啊 念石 听说你这阵子谈了个小明星 不值一提 还不是因为念节你吗 你早早结了婚 那小明星啊 长得跟你有点像 哥就把他 当你的气身了呗 你就别拿我打趣了 那个小明星 等的确实好 不过我听说 他最近好像和别人在一起了 啥 这才和咱石哥分几天啊 就和别人搞事了 他那个圈子 能有几个是干净的 他呀 也就是运气好 被咱们石哥看上了 才平不清云的 现在咱们石哥不要他 他还不得 赶紧找个床杀 要不然他还不得饿死他 啊 这小明星这么不单纯啊 念石你可要小心一点了 你觉得他能伤害到我们 诶 师哥 念石 你干什么去啊 你的事情我会处理 我会帮你找好一坤律师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知道我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离开了你 可是我没办法呀 那是我家里的安排 我没办法反对的 姑娘 我从来没有外观到我离开 毕竟我找女人 是为了让女人吃饭 还有事 神总 石哥 石哥再见 神总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不算 也对 我会尽快搬走的 正好 姑娘已经回顾了 正让她搬走 没有那么多房子 就非要让她住这儿 你搞清楚 我的房子 我想让谁搬进来 谁就能搬进来 好 我现在就搬 你要搬去哪儿 去姓夏的那儿吧 什么 你跟那个姓夏的那部曲 是去年 你们去年就在一起了 没有 那是今年 我们那是剧方要求的 为了宣传剧而已 是逢场作戏的 老金星你问过我吗 你们已经分手了 跟她逢场作戏 跟我分手 你到底是在跟谁逢场作戏呢 你放开 你干什么 跟她逢场作戏 你也会上床吗 石 你放开 你跟她逢场作戏 你也叫她这么烂吗 放开 石开 我明天有个状态的人会 不能在我身上留下 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你没有选择的权 问了 谁也是 我的祖宗啊 今天的珠宝展有多重要 人家品牌方想让你当代言人啊 你可得好好表现 OK 萱姐 帮我找个嘴言的化妆师 再拿一套高龄礼服 昨天晚上 沈总找你去了 嗯 这口男神 真是海神不浅 行了 这事交给我 你放心 我们暖暖就是太适合当这款珠宝的代言人了 但是暖暖 今天来的这一群人啊 都是跟沈宝石是一个群层的 说话千万注意点 咱们惹不起 放心吧 萱姐 我肯定不会让你受 一个人的美丽 让你出现了 而且你把人杀了 送你去笑 你被人活动的 我肯定是我的辞聪 大人 暖暖,你来了? 我也是刚来。 正好,我带你去认识个人。 这位呢,就是宫面,宫大小姐。 你应该认识吧。 你认识我? 早就听说宫大小姐气质不凡,今日一见果然是如此。 听说? 听谁说? 大家都这么说。 念姐,你不知道,大家都说她长得像你。 她这些年可是凭着跟你长相相似的脸,得了不少好处呢。 还有这种事? 对啊,她用你这张脸到处招摇撞骗。 不过这赝品就是赝品。 怎么看都是东师笑评,一股子风尘味。 装什么两家妇女啊? 娜娜,别这么说,人家也不容易。 要忍耐,我就没有审言使这个靠山了。 这次珠宝代言人必须要拿到才行。 我这种身份,自然不能跟宫大小姐相比。 像小姐这么有自知之明,那你可知道,这珠宝名贵,就名贵在她纯净无瑕。 像你这种满是肮脏手段的人,恐怕不适合做这些珠宝代言吧。 宫小姐说笑了,这世间,又有几个人能说自己真的纯洁无瑕呢? 想必宫小姐自己也做不到。 少在这儿跟我玩文字游戏。 我警告,离沈岩石远一点。 宫小姐,我已经跟沈总分手了。 还请宫小姐不必将我放在心上。 我还有事,就先不陪二位了。 哎,燕姐让你。 哟,我说你今天怎么穿着高灵笔,原来是生活不检点,留下的痕迹。 我,我没有。 大家快来看呐,你们预选的代言人,到底是什么货子。 我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撕了你虚无的面去。 我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撕了你虚无的面去。 这怎么办? 这不是这样子的人啊? 我们可以公平进城,你为什么要用这种事和断断? 我就是看你惯你比我弃了,我就是要让你身败名裂。 我真是没新闻啊,快拍,快拍。 没拍下来啊,这可能是重大新闻在我。 看见了没有,各位。 新闻,快拍啊,媒体能,独家新闻。 这可是大新闻啊,这可是大新闻啊,这可是大新闻啊。 这可是大新闻啊,天天被糟蹋成这样,有什么不容易的,只要不要脸赔睡就行了。 现在知道丢了,你爬床的时候怎么不想想现在。 装什么纯洁,愣人一个,帮我按住它,让大家好好看过,这个狐狸真是真面目的。 好,我每天都可以摆住我这些,跟她们一样啊。 对近,我一直拍下来。 然后,拍一下,跟我拍下来。 这怎么回事儿。 这怎么回事儿? 小苏花? 你好啊。 没事啊。 你不敢来的。 你这么想的,你怎么会疼你? 人生连良心都不要了吧 进来吧 宝安娜 都是死人吗 没想到啊 你还真是来者不拒 热情好客 是啊 平常打着清纯的人生 不知道爬了多少男人的冲 你们再敢同事 我报警了 该报警的是品牌方的 人家想找个清纯的代言 结果被你们骗了 向罗 这个代言 你怕是拿不下人 也对 你们现在考虑的 可不只是代言的问题 我等着看热搜了 大明星 没关系向罗 黑红也是红嘛 情都没减少说话 不走 别走啊向罗 你这脖子上的痕迹 还没有解释是哪里来的呢 你该不会是想 凭空捏造一个男朋友吧 说呀 你这男朋友是谁呢 向小姐 你有男朋友了 是谁啊 对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藏着野长 向哪 你这说不出来 可就等于是被别人包养 这么热闹吗 谁来了 石热石 他怎么来了 他不是从来不参加这种宴会的吗 石热石 快赔 神兽来了 好帅啊 多拍几张 多拍几张吧 都拍几张 压石 你怎么来了 昨天叫你 你不是说讨厌这种场合吗 你们继续啊 正好 我也想知道 向暖小姐的胆口 到底是谁 向暖 你还不叫 沈总为你换 男朋友是谁 算了吧 向小姐不容易 她还年轻 犯点错误 也是正常的 向暖 你的男朋友 就这么让你难以启齿 沈总 真想知道 我男朋友是谁吗 没错 我 我是她男朋友 快赔 是真大 这么大的新闻 所以 你们都满意了吗 爆炸新闻 这边有这么多媒体积传 反正我们也在吵CB 真是没想 吵CB是炒错 放心吧 都交给你 沈总 现在看了娱乐圈的八卦 也该满意了吧 我们可以走了吗 还是沈总想看看 更私密的八卦 好嘞 跟上去 两个收等一下 向暖 你好大的胆子 跟我分手 就为了这个男生 我都要看看 没有我你在娱乐圈还走 沈总 要不要封杀他呀 你很闲吗 今天这里所有的事 我不希望传出去半点风 知道了 沈总 可是 还有一件事 说 向小姐 已经从南春文搬走了 他剧组投资的事 准备的怎么样了 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晚上剧组 会约见向小姐 好 那推掉所有的会议 晚上去剧组 好的 叶石 你去哪儿 快会 你看这个 不应该啊 不应该一点东西都没有 虽然我们请过来吧 让他们别乱行 但是也不能一点东西都没有 会不会是 夏泽化那边也出力了 那也不应该这么干净 除非 是沈总 你不在当吗 算了 先不讲这些了 今天晚上 你新剧的制片方 邀请你参加晚宴 刚刚给我发来的消息 说投资的金主也在 你可千万别出岔子 我新剧 有人投资了 暖暖 这部剧跟上部剧可不一样 这可是个大制作 这么豪气的投资方 可不好找 你可千万要争气 别给人家这些不好的印象啊 你放心 宣姐 就算今天晚上 金主爸爸让我胸口碎大石 我都不带错媒档 加油 已经搞砸一个代言了 现在不成功 变成人 哎哟 向脑啊 你可算来了 快快快 就等你了 沈彦石怎么会在这儿 快来呀 这位是咱们投资人 沈总 投资人 是他投了这部剧 你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谢沈总 这可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沈总 我敬您一杯 你不是酒精过敏 这俩人气氛这么暧昧 不会是一对吧 向脑 你这也太低调了吧 你早说你是沈总的人 还施什么敬嘛 这就过来研究一下 沈总呀 砸了两个亿 别说女主角了 就算你想演男主 也没问题了 行行行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沈总 你们先聊 我们先走了啊 再见 留步留步 沈彦石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句话 该我过你 你什么意思 你从我家搬走了 分开了 而且不是你让我搬走 给公年疼地方的 你跟着我两年 现在开始想起来 跟我划情借鲜 你以为一句分手 我们就两句命 你欠我的 换得起来 沈总说的事 能我今天 多谢神经栽培 怎么 翅膀硬了 想跟我划情界限 你翅膀勾引我 这个界限你划得轻人了 沈总想要我怎么样 跟那个姓夏的 划情借鲜 我不希望我的女人的名字 和别的男人挂在一起 可是 别逼我动手 否则 那个姓夏的 可能就没那么幸福 我知道 我会想办法的 什么时候搬回来 那个 沈总 我这部剧 可能要拍大半年 我想这半年 都住在 我明天就搬回去 向暖 向暖 早该认命了 这场交易主导权 根本不在你手上 那就陪到他眼眷为止吧 周末 我来接你 叫灵特注送你 不用 我助理在外面 暖暖 我刚看沈总也在这 他怎么在这 就是他头的呗 你们两个 不是断了吗 大概要等到 宫妮离婚才能断掉吧 毕竟他现在 还需要一个玩物 明天 帮我搬回去 暖暖 你也别这么说 沈总还是在意你的 对吧 不然也不会让你 马上搬回去 他只是不能接受 他养的宠物 离家出走 仅此而已 谁不给自己家的宠物 偷两个亿 两个亿 炎石 刚才魏诚泽打电话给我 是我要是再敢提离婚 他就让我好看 我好害怕 录音了吗 那你把他交给张绿 他会保存好 能作为证据 你放心 他会处理好这件事 炎石 我好害怕 我一闭眼睛 就是魏诚泽打我时候的样子 你能不能留下来陪我 姑娘 你放心 这里是京市 魏家没有这个能力 在我的地盘上动 你放宽心态 好好休息 炎石 你别丢下我 我只有你了 我从小到大都只有你 姑娘 公交的伯父伯母 还是很在意你的 不 他们从来就不在乎 我只是他们丢失女儿的替身 这些女 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过 寻找自己的亲生女儿 我只是一个 长得跟他们女儿相似的替代皮而已 他们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 我知道了 姑娘 我会帮你打赢这场离婚官司 爸有事 先走了 你还知道回来了 你有话直说 我很忙 忙 忙什么忙一天 忙着 和那二婚的女人 眉了眼去吗 你别这么说她 她也是个受害者 她不值得你浪费时间 我警告你 我们沈家的儿媳妇 那必须是 门当户对的千金大小姐 还一个被领养的赢品 还不配 更何况 还是个二婚 你要没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站住 你给我记住 我们沈家 是不会接受一个魏家的二手货 更不会接受 一个娱乐才能细死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个叫向暖的 玩玩就行了 我们这种身份的人 最害怕让娱乐圈的人惦记着 一旦缠住你 那舆论就能把你压死 对了 上次和赵家小姐吃饭 干净怎么样 可以的话 赶紧把婚定了 沈总 我们去哪儿 南春温 可是 向小姐已经不在哪儿了 南春温 南春温 前复了 三年零几个月 十二天 喂 玩家 沈总 大半夜的 不是说明天吗 现在已经过了十二点 已经是明天了 喂 喂 我 我 沈燕士 你去死吧 又是谁啊 龚燕 别以为燕士今晚去找你 你就赢了 我告诉你 沈燕士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都是沈静平 烦死了 沈总 老爷子那边已经发话了 如果您再和向小姐见面的话 沈氏继承人的位置怕是保不住了 你在叫我做事 生气 怎么敢 来吧 走 曾经你丢下我去找公年 如今又丢下她来找我 实验是你这样子 真的会让我 不愧你对我是有感情的 这沈总该不会真的动心了吧 不是说好了 向小姐只是替身吗 来 来了 已经有人扒出 沈总的身份了 然后 还有个人说 这是 沈氏集团的太子爷 他在会展上见过一次 惊为天人 快看 热搜 又一条热搜点上去了 向暖男友身份曝光 这CP粉炸锅了 又得骂咱们暖暖了 骂什么呀 向暖 就是妄想加入豪门吧 这条评论 向暖能不能离夏泽化远一点 一边费尽心思 爬上太子爷的床 一边又倒贴男明星 真是恶心 真是强盗众人推 这去 闻着味就来了 这下面还有一个 沈彦石是小三上位 这么离谱啊 沈彦石平时最讨厌 和人传出绯闻了 现在竟然还说 他是小三上位 天 他把这块碰炸了吧 要不 这是 咱们冷处理 不行 要是放手不管的话 他们肯定会更加加倍地黑我 这种东西 会影响我后续接戏 立刻去通知夏泽化 现在只能请他出面了 我和他只是吵CP 这样不行吧 而且 他会同意帮我 难道承认是沈彦石 绝对不行 暖暖 现在没有时间了 只能二选一 七十六个位接电话 太夸张了吧 天大了 喂 向暖 你昨天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怎么了 被拍了 你说什么 现在赶紧给我来公司 立刻马上 忘了忘了 昨天晚上太困了 忘记防这些狗仔了 向暖 你这次也太大意了吧 你跟夏泽化 CP吵得火热 一不小心 我们这段时间 努力都白费了 对不起大家 这次 确实是我的问题 要不 我们就承认 这个人是夏泽化 我们假戏真做 不行 照片虽然拍得不清楚 但跟夏泽化 出入也太大了 那怎么办 来了来了 已经有人 扒出沈总的身份了 热搜被撤了 我这边也搜不到 一秒撤 这么给力 真被撤了 为啥找不见了 撤 只能是沈彦时出手了 除了他 没有人会有这么大力度 那上次宴会听的事 肯定也是他在背后 帮你摆平的 后果这么严重 只有有钱有势的人 才能帮你平息 除了他没别人了 这哪个金主爸爸 这么厉害 事情都解决了 还坐着干什么 很闲吗 走了 暖暖 我觉得吧 你是不是应该 哄哄沈总 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我也见过很多金主 动过真心的 万一 沈总对你有几分真心 重要吗 那就得看你自己了 看你对他是什么感觉 活该 走 走 终究还是只能走到这里 和你的同事 已经无法再借过 所有的遗憾 所有的泪泪都 都在处理 沈总 您怎么来了 爱过你的心 你把他妈全部滚蛋 或许 我真的可以期待 你的几分珍惜吗 回来了 快去洗漱 准备吃饭吧 来 快尝尝我做的排骨 好久没做了 不知道手艺有没有退步 把记忆打碎 重新避泡 你没跟你正派男友做过 谁说他是我正派男友啊 那些网友说的 那网友还说你是小三呢 网友的话怎么能信呢 吃完这顿饭 我把他封杀了 也无所谓吗 我给沈总 我给沈总您带来的麻烦 我很抱歉 我向您道歉 但是夏泽化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我们两个 真的没有关系 不是你答应 让我自己解决 你很在意他 你且在意他 我更在意你 你放心 我会尽快成亲我们两个的关系 不会让你为难 我们的关系 你成亲不了 既然成亲不了 那就爱情神宗 轻易联系 知道了爷爷 新闻的事我会处理好 不会对集团造成影响 不过是个女人 你要是不喜欢 我打发便是 行了爷爷 我回头再跟你说 行了 沈总今天不忙吗 这就走了 这件事 我会处理好 好 什么时候会给他发呢 喂 快看热搜 沈念石和赵家千金订婚了 沈氏集团太子爷 跟赵家千金即将订婚 我就说向暖这样的便宜货 怎么能攀上沈氏这种豪门 现在说我们家暖暖 可以消停了吗 就是朋友帮忙而已 没有人听说 向暖新剧就是 沈氏太子爷投资的 两人之间真的没关系吗 我就说 沈家太子怎么可能会和明星 车上关系 果然没有成情了 沈岚 你现在还敢再期待吗 那么了 身体要紧 轩姐 恭喜我又度过一个难关 这次事情过后 我跟下次坏的CP热度更高 这里我影后的梦想 就进一步 喝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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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不喝不喝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没怎么 我开心 我喝这个 行了行了不喝不喝 我说这么眼熟 原来真的是你 向小姐转危为安 人气更上一层楼 我去庆祝 怎么还在这里抱头痛哭啊 怎么 还妄想着做沈夫人 多谢沈小姐关心 不过 沈小姐你想多了 是吗 有自知之明 要知道你跟厌食之间 有天壤之别 一辈子都不可能 是啊 沈总都要跟赵小姐订婚了 当然跟谁都不可能 你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大概是 祝福沈总跟赵家千金 夫妻幸福 光小姐 请你冷静 夜市你来了 他们这样动手打我呢 我送你回去 我 我当演员真是可惜了 暖暖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沈姐 你不是对我说 她会对我有几分真心吗 可是她现在 一边是未婚妻 一边是白月光 你说 她有几分真心分开我 你不是认真的吧 她是拉我出泥潭 她是永远会在我身后 为我解决麻烦 你 你不想受我生命里的光 我怎么可能 对不起 男的 我不该让你搬回去 也不该说 那些让你亲爱的 对不起啊 从此 想我一个人留在原地 不敢打扰我 只能抱起了回忆 爱过的人 要我怎么忘记 已经回不去 仙姐 我走了 好 拜拜 回去吧 路上慢点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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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 我们都一样 受了伤却不足伤 相信付出会赢代价 代价只是一句 我们是不是要结束了 傻瓜 你不是酒精过敏吗 我那都是人设 不是真的我 真的我 不见了 你喝醉了 回家 宣言师 公年回国 你不同意分手 现在你订婚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手了 你要是不喜欢 我也可以不解婚 沈总 我和赵静没有订婚 只是之前吃了个饭 沈总 不用跟我解释这些 您跟谁订婚是您的权利 我不是那不知情不知趣的人 你是酒内行吧 你跟我说这样的话 沈总 我很清醒 我赶紧 我赶紧 你去换得换事 奇葩不可 不如就此重生 向短 沈总 我可能不续约了 你说什么 我和沈总您的合约 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 这些年 您帮了我很多 但我也算是 演得尽致尽力了 小马 我是不是太惯这一 沈总以后可以不用再惯这 就算您现在立刻要封杀我 我也绝无愿意 沈总 已经查清楚了 您上次和向晚小姐配拍 以及这次订婚事件的娱乐发酵 都是庄林娜一首次负责 自然查清楚了 就给她点教训 好 还有 澄清一下 我和赵紧订婚的消息 好的 去吧 暖暖 沈总呢 已经澄清了她的订婚消息 你们两个的关系 有没有一点缓和 她澄清这个消息 只是不想她的名声被毁罢了 毕竟沈氏集团总裁的八卦 不是谁都能编排的 向暖 好了 我昨天 已经跟她说不再续约了 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啊 轩姐 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 向暖 我知道你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 但是你也不能一起用事啊 这可是你一直以来追求的事业啊 我没有一起用事 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我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她的身边 依靠她 而且现在 我已经可以自理了 也是时候 该离开她了 那你就不怕沈总一气之下 把你封杀了吗 她那么高高在上 总不至于 抓着我一个小人物不放吧 而且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她给我的 就算她要收回去 也无可厚非 轩姐 我真的不能再待在她身边了 我怕我会越陷越深 好 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 那我支持你 那我现在去趟剧组 不知道她会不会撤资 走吧 庄琳娜出事了 可可认搜 庄琳娜出事了 可可认搜 庄琳娜 她和已婚导演的事情被爆出来了 导演老现在拐着八个月的孕度找着门来 现在好了 导演在老婆孕期出轨 装琳娜知三当三 怎么写的西部 这么多照片啊 你以为呢 这些料很贵的 总不知是哪个无私大佬 花大价钱买的这个新闻 诶 轩姐 轩姐 茶头是谁爆的料吗 谁啊 沈总 而且我还听说了 这瓜可贵了 起码八位数打的 我没事 你干嘛 哦 对了 那个 公家老爷和夫人从国外回来了 办了一场晚宴 邀请你去 这是邀请函 公家 邀请我 可是公家也没有影视方面的产业啊 我听说啊 公老夫人是你的粉丝 暖暖 抱上公家的大腿 也是可以的 像 真的太像了 这一看 就是我们二十年前 祖族的青少女儿欢欢 她怎么会在这里 叶石 是啊 公家的宴会 她怎么会缺席呢 沈总 这媒体记者很多 再拍的就不好了 是啊 叶石 我们先进去吧 这里确实人多眼杂的 我就不打扰您和公小姐了 叶石 叶石 你好 谢谢 未来有很多科技板块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 波浮波姆 我适配一下 沈总 你怎么来了 宴会突然离场 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小暖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沈总 谢谢您没有把我从新剧里换掉 也谢谢您持巨资爆裂了庄琳娜 不管是不是为了我 我都是受益者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你就到这儿吧 我取消了个约 我封伤了所有得罪你的人 你还有我自由 我要的 给不了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我沈宴时给不了的东西 你从上到下所有的东西你依换我给了 以前是没有 但现在有了 沈宴时 人是会变得贪心的 这就是你的贪心 这就是你的贪心 是我 随你怎么行 是我 为你付出了一个 你是喜欢她 你又行 要把回忆撕碎 红淘 你 累了我 你 就拥有太阳 等男性也晚了 我告诉你 从我们两个开始的那天起 你就没有选择退出的去 跟我走 沈宴时 你疯了吧 我就是疯了 我想把你的心挖出来 看看里面到底撞的是什么 沈宴时 你走开 走 你敢打我 我说过我们已经断了 我已说过 断不了 什么 你为什么不放过我 喜欢我 沈宴时 你不是问我要什么吗 好啊 我要你爱我 你给得了吗 沈宴时 你喜欢我 喜欢 沈宴时 你才是没有心的那个 承认我喜欢你没有什么丢人的 倒是你 沈宴时 看得清你自己的心 外面 你 一边维护着勾念 一边又跟我纠缠不清 你知道自己要有什么吗 沈总 你我本就是一场教室 一千或两千 就到这儿了 黎总 黎总 沈总有什么事 关于龚家的事情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那是您和龚家的事情 与我不关 今天是龚家的宴会 沈总 还是快点开始吧 上次说的那个 妈 刚才有人说 看到向暖在包房区 他八成等会儿就回来了 包房区 他去那儿干什么 您不了解向暖 他在事业上可拼命了 今天来了这么多商业翘楚 可不好 他正躲在哪里 拽着富商的裤腰带 拼命发展他的事业呢 你再敢污蔑欢欢 我饶不了你 妈 我知道了 走 走 过去看看 好 好 记才开始 你确定听见了 绝对在里面 还有个男人 你说什么 黄昏河和一个男人在里面 他们在里面干什么 那我就不清楚了 这是什么声音 哎呀妈 我早就说过了 那向暖 真的人品不行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等一下 哥哥喜欢我了 哈哈哈哈 老公 你们 妈 你不用说 你真是给公家丢死人了 妈 你是不是这种意义 把你妈带过来干嘛 维成泽 你真是够恶心的 行 这样多有趣 哎 咱们三个一起玩 这哪有劲呢 放开我 哈哈 秦安 秦安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不是在国外了 刚回来 就来找你们了 这下我们铁三桥 又能合体了 对呀 现在想到咱们在 孤儿院的日子 放回去再隔日啊 我倒是很怀念 当时和南南在一起的时候 啊 那个 那个秦安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不用再提了 南南 当初离开你 确实是我不对 我想为当年的事情 跟你说成对不起 秦安 我都说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跟宣姐现在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所以不要再提了 嗯 如今看到你功成名酒 我也打心体 替你高兴 我还听说 你在和公家做亲子鉴定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直都很关注你啊 其实啊 这些年 请 我知道 过去的事情很美好 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 但是 人不能一直都活在过去的 对吧 嗯 啊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你啊 跟宣姐在我心里 已经跟家人一样了 以前那些事情啊 就不用再提了 对 能不能说的对 为了明天 干杯 干杯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小心头啊 宣姐 来 师傅 去成华公寓 早点回家 原来 慢点看 师傅 我没走吧 嗯 这么久不见 宣姐还是这么不上酒力 他呀 有菜又爱喝 好好念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嫩嫩 其实 我先走呗 事情告诉你 请 我们车来了 我先走了 早点回啊 早点回啊 师傅 这是回春南湾的路吗 你是不是走错了 这条路比较近 不对 这位的不对 赶紧想办法 咱们干什么 啊 我 什么 喂 陈车 我要下车 你看门 我报警了 开门 开门 你是谁 干什么 你知道吗 我可是你最重视的粉丝 你从你初到第一天开始 我就喜欢上你 你的每部剧的台词 我都会背 你的每个周边 我都买 你看 这整个房间里 都是我对你的爱啊 谢谢你喜欢我 但是你把我绑起来 是不对的 没有什么不对的 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你啊 你这么 这么完美 你就能给我一个人看 你知道吗 给我一个人看啊 我一个人看 我我我现在 现在不正在跟你一个人聊天吗 你先坐下 好好聊好吗 聊天 你要跟我聊天 对对 好好好 我坐在这 你在跟我聊什么呀 我们 我们聊一聊 我的第一部剧吧 好 还没找到吗 是啊 因为图画时间太短了 咱们的技术部门查不到 只能找更专业的人 废物 一包废物 沈总 你去哪儿 哟 这是谁来了 这不是 差点成为我未婚夫的沈大总裁 你想要什么 沈总这是什么话 我怎么听不懂呢 告诉我项暖的位置 什么项暖项冷的 我不知道 我带给你最后一次请我 告诉我项暖在哪儿 沈焰石 你有兵吧 是你一声不响的取消了我们的订婚 现在我连一句道歉都听不到吗 订婚的事 你也没通知我呀 你不会再自主多情吧 好 沈焰石 我本来呢 对项暖不感兴趣 但是现在 我又对她感兴趣 我真想看看 什么样的女人能受得了你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告诉我项暖到底在哪儿 好啊 你不是想知道项暖的位置吗 只要你给我你手里长鹰的项目 我就告诉你小明星在哪儿 娜娜 我们都聊了这么久了 我们干点别的 你干什么 我们干点别的 干点别的 你干什么 你看到没 这衣服 可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这都是按照你的尺寸 一针一线 我给你缝上去的 我是想着 有一天啊 你能穿上它 那 那你帮我绑着 我也撑不了啊 不如 不想 把你解开 我要是把你解开 你跑了怎么办 我好不容易再打探到你的心不想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接到我们这儿 你跑了怎么办 是啊 今天我和轩姐去聚会 没人知道的 她是怎么知道我的行踪的 你好厉害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消息的 这个嘛 我自有办法 不过呀 我还是要感谢那个帮我的人 好了 咱们不聊这个了 来 咱们换衣服 等一下 你 你给我穿上 那不是很没意思吗 你看 你帮我解开 我自己穿上 然后等一下你进来的时候 就能看到 我穿着你亲手给我做的衣服 站在这里 那后面 那冲击力 不是 比你跟我差好多了吗 而且你看 这个屋子 只是你房间里 一个很小的房间 你在门外 把这个门锁上 我也跑不掉 你说的也对啊 我给你解开 去 去 你 小少 救命啊 有没有人 救命啊 你就不能怪怪的吧 我以为你是真心对我 没想到 你是耍我的 你听我说 要离职这些 要离职 你不要再骗我了 你给我过来 你放开 你只要给我乖一点 我早就知道了 是那个沈月 是她包养的你 你明明是我老婆 她凭什么 她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她又我爱你吗 她能把你的照片 填满整墙吗 我说 你这样是犯法的 是不对的 犯法就犯法 不是得到你 我犯法怎么了 你放开我 你可是我的梦想 你 你放开 我闭嘴 填满的话 我就掐死你 你可可 救命了 沈总 这里只有一个客厅 没有卧室 沈月 明明是这里啊 为什么没有 会不会是找错了呀 没多长时间了 那我们去隔壁看看 你救命啊 沈月是 我在这儿啊 那我们去隔壁看看 这个金主 你不怎么聪明了 好了 咱们走 咱们继续啊 救命啊 沈总 你交给我 你 我来了 林特助 留一口气就行了 是 沈总 老爷子之所以愿意 把审视集团 继承给你 就是因为长鹰项目 你现在把长鹰 给招架了 怎么跟老爷子交代啊 我自有打算 是 余生 他怎么样了 萧小姐惊吓过度 再加上她近几日 可能有些疲倦 营养不良 导致她的身子骨 比较弱 睡一觉 补充一下营养 就可以了 但到现在还在发射 是因为惊吓过度 而导致的 不建议营养 最好是物理降温 好 谢谢医生 不客气 送一下 这边请 怎么会营养不良呢 你不是最上场 照顾人吗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等超清楚是谁设计的这些 说我们是谁认识的 是谁认识的 他能不能感受 还是我想拍变 这个就是 有伤症的 我 能暖 你终于醒了 琴 小心 你 你怎么来了 知道你出事了 我当然要来照顾你啊 你 你一个人吗 来很久了吗 爷爷 那是我自己的决定 跟向暖无关 无关他的事 那你为什么把向暖 攻手让给赵家丫头啊 难道想和他成婚不成 爷爷 向暖手的事 我会想办法弥补 你怎么弥补啊 我 我去找别的向暖 我保证不会让爷爷失望 好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给你半个月时间 如果天补不平 沈家集团的损失 你就给我滚出沈家 我不认你这个孙子 好 我警告你 再也不要跟他扯在一块 沈总 我给你叫家庭医生 我要去愉悦看看小楠 上午让赵妈炖着鸡汤 炖得怎么样了 鸡汤炖好了 可老爷不让你接他 我去送个鸡汤就算 是 来 暖暖 喝点酒吧 我亲手好的 还热着 我自己来 不行了 你那只手还扎着针呢 不能乱动 我来喂你了 沈总 你先去刮个号看看吧 向小姐已经没事了 医生不是说了吗 我早就来了 先紧着她等一下就到 看来沈爷是忙前忙后照顾我 原来是个忙 她那种鬼公子怎么可能会照顾人呢 怎么了 暖暖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 我好多了 谢谢你 混账 你知道长宁项目对沈家是多么重要吗 啊 你为了一个戏子 竟然把这个项目拱手让出去了 你真是个混账啊 打 给我私里打 谁也不许手下留情 您看住 在 你小明依叫个什么名字 他现在在哪儿 我们要看看他有什么本性 把他命成这个样子 来人 把他给我抓来 沈总 老爷子刚进口完 不许和向小姐见面 您这样不管不顾 也会连累向小姐的 沈总 怎么了 诺诺 是在等人吗 我 我在等轩姐 我没胃口 你自己吃吧 沈总 沈总 您身体没恢复好 您不能喝这么多 林特主 可是向南 向南她前几天亲口告诉我 她喜欢我 是吧 向小姐跟您两年了 而且沈总您这么优秀 她肯定喜欢您的 可她 可她是当着我的面 跟那个男人一起喝酒 沈总 您醉了 您真的不能再喝了 是一场好大的冒险 是一场好大的冒险 让致母亲 没能说出事对你和 夏天的抱歉 沈总 你怎么这么疼 沈总 你怎么这么疼 沈总 我没办法看着你 双眼说那句话 你懂我的吧 你懂我的吧 你懂我会不争气 想回到你身旁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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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石 你醒了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知道你把长颖项目让给赵静的事 我怕爷爷责罚你 就打电话问了林特助情况 然后就知道你病了 知道了 回去吧 我听说 你在让林特助调查秦安 秦安 就是向暖的初恋 初恋 我曾经也是向小姐的粉丝呢 对她的事情也有一些了解 秦安就是她的初恋 两人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在学校里面狼才女貌的 大家都羡慕死了 向暖 看来我还真是不了解你 我听说 她俩是因为秦安出国了才分手的 现在她又回来了 粉丝都猜测 她俩一定要旧情复燃了 能看到向小姐找到自己的心目 我都听她的感性 哎 啊 啊 啊 叶石 你干嘛去啊 嗯 沈总 我们的合约今天就到期了 还请您在这儿签个字吧 这两年 谢谢你们照 我也会记得您的恩情 小暖 你真的这么学情 是因为那个情况 你知不知道 她因为一个项目 她就把你给卖了 她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 怎么 失望了 小暖 你真是识人不清 这两年我处处依着你 我把你捧上了神台 到头来你却跟一个废物 你看看 就是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两千万 她因为两千万就把你给卖了 你在她眼里连两千万都不值 对 我就是贱 我就是连两千万都不值 所以呢 小暖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两个非要搞成这样吗 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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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想担飞 我知道你想带走郑轩灵 这些我都可以依着你 我只希望你现在 不要再生气了 沈炎石 我不可能一辈子做你的情人 当影后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你也不可能取一个戏字 本就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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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找您 只想问问 城南的那个项目 怎么停了呀 林特助 带他去找项目上的具体负责人 杰先生 走吧 我知道你为什么停了我的项目 我知道你和项目的关系 所以呢 你是想好了 才来找我 想清楚了 大声点 我听不见 沈总 我想清楚了 只要你能让项目继续 我保证你项能圆圆的 秦先生 我们沈总在忙 你有什么事找我解决就可以了 是啊 走吧 沈总 沈总 向小姐来了 你怎么样 怎么继续这么久 是不是不太顺利啊 没有 他欠责了 而且 他把我们都放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嗯 好了 嗯 看看 哇 再下了什么事 嗯 再下了什么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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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巴掌我觉得感情不够 我们再补一条 哎呀 晴儿 这都第八遍了 我觉得可以了 我对艺术是有追求的 我说再来一遍就再来一遍 你别忘了这部剧是谁投资 不就是站着有个金主 这小演员没点靠山还真不行 这脸都被删中了 没办法继续拍了 导演 我也觉得刚才那条不好 我们再来一条吧 哦 那行嘛 辛苦啊 那来 三二一走 动作续啊 哎 这不是沈总吗 沈总好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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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你来了 我来 那 那 叫什么 请公司了吗 想的 还没有 林特主 签他 第一次见你的我 沈总 这是 这是 本来呢 我想送你一个更大一点的 但是 林特主说 你一个人住会害怕 但若没把握 谢谢沈总 有些话还是别触碰 生日快乐 不再等事后总 谢谢沈总 记得我生日 也谢谢沈总 给我一个家 你能不能换个程度 我觉得 听着有点生疏 烟实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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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哥 冷一下 生水炸弹 咱们 恭喜沈总 同工收购 获释集团 师哥 我说你也太牛掰了 一个星期就收购了一个集团 一个星期了 一个星期就只有七天呢 不知一提 你 恩师哥 你别自己喝 我赔个 你啊 什么时候能像师哥一样 几十个小时 废禽汪时的连周转 你也能收回一个集团 什么 烟实啊 没把自己身体搞垮了 身子重要啊 师哥 我看你啊 我看你啊 这工作是假象 实则是为情所困嘛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光定长大了 谁不知道谁啊 你以为我是你啊 你说你啊 你为了人家啊 丢掉了长英集团的项目 还和老爷子啊闹掰了 现在啊 人家走了 你又没日没夜的投入工作 你说你这不还是问 哎 可别说了啊 说到工作啊 你确实厉害 但是 你要说到泡妞 你还得跟我多学学啊 师哥 喝多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们都认为我喜欢 你不喜欢 你爱他 我反正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但是 我从没见过 你跟别的女人也这样 早些时候 你对宫念就不是这样 你跟我们说 你不喜欢宫念 当时你只对他一个女人好 但现在啊 我们信了 你对宫念那是不喜欢 对那个小明星 我真的懂为你 我真喜欢 对你 并不简单如呼吸 承认我喜欢你没有什么丢人的 但是你也是也是 你真的需要自己的心 你一边维护着勾念 一边又跟我纠缠不清 你知道自己好什么吗 我肯定希望你信我 但是 你家老爷子那关 不太好过吧 告明道远 走 请你 沈总 您已经连续工作三天了 也该休息一下了 知道了 出去吧 其实我觉得沈总没必要太悲哀 我现在 万一向小姐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证明她真的是公家的亲生女儿 那你们可就是门当户对的一对了 到时候老爷子一定同意你们在一起 而且沈总 您平时对她那么好 她又不知道 她又是知道了 绝对不是那样 哎 有了 沈总 要不 我去跟她透露一点 你很闲吗 对沈总 我想起来还有事 我去处理一下 向团 你真该死 沈总 出事了 林特助 你越来越不讲规矩了是吧 进门都不知道敲门啊 沈总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天塌了呀 说 湘小姐拍摄的村子 被你沈总淹了 整个村子全淹了 沈总 您慢点 沈总 不能有事 让我走那样东西 我 不 不 不会的 小兄弟 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她是剧组的 她 她很漂亮 没看见没看见 你如果在这儿没有找到 她八成啊 是不是救护车拉走了 什么 救护车 救护车已经拉走了 很多重伤的人了 你现在能看到的 都是没有事的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是这个 什么 少总 到哪儿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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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在哪儿 沈总 你怎么这么狼狈 还满眼红血丝 我问你 沈总在哪儿 在洗澡 什么 洗澡 哎呀 沈总 你就放心吧 暖暖没事的 就是这个地方 水泽源有限 好不容易中的 她洗澡了 八成快回来了 沈彦石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哎呦呦 记住 放开我快 咋还嘛 好乖啊 没事了 放开吧 她吓得那样 我不 沈彦石 你累死我了 你不快 你 有没有事了 有没有受伤 我本来没事 差点被你 勒成重伤了 没事就好 不是 你怎么一个人 跑在这儿了 临头住呢 我是你剧组的投资人 我的剧组遇难了 我作为投资人 不应该来看吗 可怜有病吧 上一秒还失魂落魄 这一秒又开始 装腔作势了 没事 那你看 我先去休息 你怎么这么 对待投资人呢 你有没有看到 你的投资人 现在非常狼狈 他需要休息 需要洗澡 好的沈总 那边是我们的 生活助理小吴 您呢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 小吴沟通啊 哦 对 如果您实在是 跟小吴不太熟的话 也可以找 萱姐 她也能帮你 我就先走了 沈总 那个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不需要 我 真是一堆冤子 你干嘛 你干嘛 这是我房间 沈总要住自己下去 再开一间 我洗个澡 昨晚我出门太着急 我没带生分证 不是 你就睡这儿啊 有这么一间屋不错了 本来这地儿就地处偏远 没有酒店 昨天晚上因为事故 周围旅馆全住满了 就这 还是剧组好不容易 才帮我争取到的 拍戏就拍戏 怎么住这么个破点 对对对 沈总您身份尊贵 没人逼你来这儿 就不管您就走 我要休息了 行 我先去洗澡了 不是 你真不走啊 沈炎师 你到底要干什么 沈炎师 这个毛巾是我的 这个浴巾也是我的 这点东西太脏了 我用不惯 你什么时候走 我给林特助打电话 行 那你顺便让他 给我带两身衣服 不是你 唉 这么快睡着了 难不成他开了一夜的车来找我 喂 轩姐 你赶紧来足利一趟 怎么了 赶紧来 我知道了 轩姐 暖暖 又上热搜了 高清 武马 各种角度 这下完了 让我看看 你自己看吧 热搜低了 真好 哇 沈总千里寻奇好浪漫 这么说前阶段的个热搜是真的 两个人就是在一起了 这还不官宣 有没有人听说呀 向暖最近在和公家做DNA检测呢 说不定向暖还是豪门千金呢 哇 那俩人更般配了 别做梦了 向暖怎么可能是千金 他一定是为了加入豪门 做的圈套 怎么回事 怎么有人带节奏啊 我跟公家做DNA检测的事情 怎么也被曝出来了 你和公家的事 也上热搜了 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何况 有人就想拿你这件事做文章 好了 你的意思是 公念 暖暖 如果是他搞的鬼 你可千万得小心啊 铭枪一朵 案件难防 爷爷有事吗 有事吗 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想你三个小时之内 立刻来我面前请罪 不然 我让你在神家愁名 喂 领特助 老爷子那边出什么事了 你要走啊 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麻烦倒不至于 这种事情我都习惯了 让公司公关部去处理就行 那就好 那你怎么办 这件事情应该也传到你家里边了吧 什么怎么办 用你们行业内的话来说 官宣呗 你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 我们两个不是本来就在一起吗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要是觉得现在 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 我追你 他这是怎么了 这什么表情 不愿意的 好好好 您去忙你的吧 我知道了 好 我会回去处理好事情 你在这儿等我 我 就不会学习 为可罪的香味叫醒 为我追干头发的你 让我有种不真实又换时的感受 我看家里的事 你还要追 我也没做梦啊 他这是咋的 看来 你是铁了心 要跟这个小明星在一起了 爷爷 向暖的身份到现在还不能确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公家在二十年前 丢了个女儿的事 知道吗 他们现在怀疑 向暖就是公家在二十年前 丢失的那个亲生女儿 这丫头 有可能是公家的亲生女儿 不是有可能 是很有可能 他们现在就在做亲子劫 这两天的命 估计就这两天能出结果 这样看来 那可真是门当户对啊 这公家的名望 这两年在商界 那可是数一数二的呀 是啊 爷爷 所以您别为人笑吧 万一他真是公家的名望 不过 那你也离他远点 万一不是呢 这名声不就更丑了吗 好 知道了 让你带的饭菜都带了吗 带了带了 都是向小姐爱吃的菜 特意让张妈做的 那个破剧组的饭菜 他根本没有饮料 老暖都饿瘦了 沈总 您这是 想挽回向小姐 你有什么好办法 不知道沈总 您听没听我一句话 叫 猎女怕蝉狼 庸俗 既然承受不了失去 那就请全力永远了 沈总来真的 他们两个好般配啊 哇塞 你来干什么 不是都跟你说 这有好多记者 我都说了 可以官宣 你到底要干嘛 红你 红我 沈彦石 你很咸吗 你鸡汤不管了你 我让张妈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饭菜 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把张妈接过来 给你做饭 吃饭 哇 你看看 真的很般配啊 快吃 真的吗 我们也没有可以吃吗 走走走 你们真的可以吃吗 那个我也想吃 这几个可以 但这个不行 这是我给你一个人的家餐 哇 沈总对你可真好 给我强 刚对的 谢谢 我去接个电话 沈总 您要的DNA检测报告 已经有结果了 沈总 您要的DNA检测报告 已经有结果了 向小姐确实是 公家的亲生女儿 第一次见你的我 沈总 我接到医院那边那消息了 我已经知道了 您知道了 那要不要先告诉小小姐 不用 过几天 就是向哪个生意 我想必 公家那边已经在给她准备生日宴了 在生日宴上 他们会邀请各界媒体 习惯一天都要你 沈总 您变了 我哪儿变了 您变得 开始在乎别人的感受 也开始考虑别人了 我以前没有吗 我好像 看来 沈总应该只在乎向小姐的感受 沈总 这饭你也送过了 花你也送过了 饭你也探过了 该在这儿待着干嘛 我要住在哪儿 我自己说了算 好 您自己说了算 不过我这乌床小 扔不下你 谁说我要住你房间 我自己开了房 你别自责都请了 晚安 行 算你厉害 谁啊 洗发水借我用一下 店里不是有洗发水吗 我不太喜欢酒店洗发水的味道 我喜欢你头发上的那种味道 好 洗发水 放你那儿 别来打扰我 又干什么 你又干嘛 把那个沐浴露也走 我用一下 好 来 毛巾 梳子 洗面奶 沐浴露 浴巾 吹风机 都给你 别再来打扰我背剧本 你又干嘛 要不这样吧 你把你的房卡给我 这样我就不会一直打扰你 不能 你不是要背剧本吧 你是不是要有人对戏 不需要 谢谢 沈烟石 沈烟石 你再敲我报警 我房间没有热水 我想借你的房间的热水洗个澡 不可以 洗个澡 不可以 洗个澡 沈烟石 我来帮你兑信 不要呢 谢谢啊 你 你拍的不是悬疑剧 怎么还有感情戏 这个本子里面的女主 并不爱男主 她要跟男主在一起 只是为了要男主 帮她作伪证 看似是男主 在追求女主 实则是女主 在操纵这段感情 我还以为你 真演了个春青大学生呢 原来这么深层 这女主跟你挺像的 你还给我 好了 开始了 认真点 学妹 这么重的箱子 哥哥来帮你提啊 男主人生分明是纯情难打 被他整理演到像是流氓 没有了 谢谢 学妹 这么重的箱子 你一个人怎么嫌难 更像猥琐的斯文败美了 妹妹 你家里 没有人来帮你吗 我爸爸去世了 妈妈改嫁给了肌肤 没有人管我 好吧 下一场了 你先 王渝 怎么办 不是故意要杀人的 我姐夫 我姐夫他 我姐夫他 我姐夫我的身体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杀他的 王渝 王渝 你帮帮我 王渝 帮帮我好吗 求求你 刘渝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会守护你 不好意思啊 导演 我忘词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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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渝 你看什么 自从你一上来状态就不好 脱感那么重干什么 不好意思 起来 起来 你来这干嘛 我来看你演戏了 以后不是还要演我戏吗 你回去吗 你在这儿演不了 为什么演不了 你说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我们俩的关系 你走不走 你亲我一口 你不走我不理你了 你亲我一口 实验室 那我就待在这儿 看你们两个演会戏 行 就一口 我亲一口你就走 我有奇怪的曲折 一向起行走 华中老师 压给油压给油 好了 万万也 我先走了 加油啊 你们继续拍 我有空再过来 沈总慢走啊 暖暖啊 咱 还拍吗 拍 先拍吻戏 沈 好了我知道了 你开始处理 行 就这么说 沈总 我说你要是忙的话 就回去好了 来到我这儿干嘛 我回去了 我怎么哄你啊 我才不需要你哄 放开 小暖 我希望你能喜欢我 沈总要 你缺人喜欢 干嘛装作可怜兮兮的 我只缺你能喜欢我 小暖啊小暖 明知道是把泥潭 怎么就又陷进去了呢 小暖 我可怜 生日准备怎么过啊 生日啊 不然就算了吧 下星期正好 剧组杀青 我去龙潭酒店 跟你安排一顿饭 我来安排 啊 沈总 我觉得还是 小暖 你要是真想感谢我 我们就再来一次 我 沈女士 这一次你是认真的吗 啊 好 今天就到这儿吧 小暖 你这个人 专业素养不太够啊 怎么 演戏还跳戏的 我只是困累了 我要睡觉 你赶紧 走 你不错啊 挺会选剧本的 黑心小白兔 非常适合你 你也不错 以后要是有什么 斯文败类的角色 沈总可以 本色出演 其实那个男主王玉啊 未必不知道你这些算计 因为如果我是他 我也一样会帮你 实验室 你究竟要我怎么样 你要学妹 我给你联系列吧 不用啊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导演 我忘词了 暖暖 你和沈总和好了 这么隆重的生日宴 也就他活得出去了 这不 还有剧组的杀青燕吗 他是看咱们剧组的人多才办的 对对对 沈总是大善人 不仅呀 全款投资了咱们的剧 还在这么奢侈的地方 给咱们全混合办了杀青燕 行了 行了 楠楠 恭喜恭喜啊 杀青了 希望这部作品也能大爆 谢谢 快看快看 沈总真的来了呀 难道前段时间的传闻是真的 沈总的相关 真的在一起了 肯定是真的 这都不背着人了 生日快乐 今天这儿有很多记者 你不怕呀 我知道 我们不是已经官宣了吗 各位 我们剧组杀青燕 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 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 来参加我们电视剧的杀青燕 当然 今天还是个特殊的日子 那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暖暖的生日 大家一起 祝她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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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暖的生日宴 怎么能没有我呢 向暖的生日宴 怎么能没有我呢 她又来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不是公家大小姐 这不去公家也投资了 没有 是沈总全资的 不过我听说 前阶段 公家怀疑向暖 是公家丢失多年的女儿 那今天也是向暖的生日 公家大小姐在哪 是不是你就说 向暖真的是公家的大小姐 真是令人羡慕嫉妒恨啊 事业有成 爱人优秀 现在还被正式为豪门千间 向暖这是什么开挂人生啊 生日啊 这么大喜的日子 我可得代表公家 送你一份大礼 那就代我谢谢公家二老了 叶石 你也在啊 正好公家 不用再找人去通知你 想必各位都知道了 向暖正在和我们公家 做DNA检测 而今天 这个结果出来 沈总 我看公大小姐的表情 不像是好事 不会检测报告 出问题了吧 公女 这种私人的事情 就不要放在公开场合来说 这大喜事 就得放在这种场合说呀 今天这日子多好呀 杀青宴加生日宴 就当 是给向小姐贺礼了 就当 是给向小姐贺礼了 公小姐 今天的场合呢 有很多家的媒体记者都在这 我不能占用公共资源 这种私事 我也不是很想在公开场合去说 还请您能理解我 别呀 我们大家也想知道 公众人物还有隐私 我看你巴不得想要炒作吧 就是啊 在这开心的时刻 也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下呗 公年 向暖说了 这种私事不想放在公开场合 这件事等宴会过后再说 叶石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要是不当着大家的面公开 那粉丝会怀疑向暖炒作的 这会影响向暖的新剧开播的 您怎么办啊 我们公家和向暖的DNA检测报告显示 向暖小姐和公老先生 无血缘关系 不是警察 抱歉啊向暖 你的千金豪门梦就到此为止 他是怎么想到去和公家做DNA的 八成是想进豪门想疯了吧 毕竟只有是公家的千金大小姐 才能嫁给沈总呢 不是 我可是听说 最开始是她想嫁入豪门 结果沈总不要她 她就自己包装成豪门 还厚着脸皮去做了DNA检定 这才让沈总 这次她的豪门梦算是岁了 我看这沈总也不可能再要她了 沈总 这份检测报告有问题 我这边接到的检测结果是匹配的 小暖 我们走 你怎么走啊 这这么走啊 这什么情况 怎么样 还好吧 我没事的 本来我也没有想过真的成为公家的女儿 只不过这事情传出去 舆论发酵起来 玄姐他们又得忙 你不是一直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是啊 可是现在 再去做一次亲自鉴定 你就是公家的孩子 现在再去做一次鉴定 舆论会讨论得更加热烈的 而且 检验报告怎么会有假的 你信我的 那份报告有问题 再去做一次 我来安排 算了吧 谢谢你 我还是回去看看宣姐他们吧 小暖 你真就认有外面那帮人这么说你吗 你就应该拿到正确的亲自鉴定报告 给他们看看 可是万一结果还是一样的呢 万一我真的不是公家的亲生女儿怎么办 不会的 沈彦石 你为什么这么想我是公家的亲生女儿 因为如果你是公家的女儿 我就可以娶你了呀 所以你 只能跟公家的女儿在一起 你不是跟我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这段时间 一直围着我转 是因为我有可能是公家的亲生的孩子 是吗 小暖 我都说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沈家的确是要求 门当户对 但是如果你是公家的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能再去做一次亲自鉴定呢 听我把话说完 沈总 松开吧 我现在已经坐实了不会是公家的亲生孩子 你也可以不必再缠着我 现在再跟出去 万一被媒体拍到 你又有麻烦了 沈总 不好了 老爷子知道这件事了 让你赶紧回去一趟 沈宴市 终究还是没有改变 是不是结果冲了 老大发是什么事 小小姐 知道自己不是公家亲近这件事 你会感到难过吗 小小姐 你真的那么想再入豪门吗 小小姐 对于你碰刺公家这件事情 给公家造成的伤害 你会给予赔偿吗 公小姐 您当初为什么会接受和向南确认DNA呢 没办法 公家二老年纪大了 自然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欺骗 尤其是在孩子这件事 一直是二老的一块心病 自然容易被利用 原来是这样 怎么回事啊 跟沈总不是老女子 我说什么呢 还是 我们走 公小姐 对于向南碰瓷 你们公家这件事情 你们会对他要求赔偿吗 那自然是不会的 我们公家 可跟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一 毕竟我们只是为了找人 不像有些人啊 那你认为 向南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那就不知道了 大成是为了炒作之类的吧 向小姐 请问您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为了炒作吗 向小姐 你这么做难道不觉得 对公家二老很公平吗 请大家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之后会有相关的人员 为你们解答 你们走 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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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一下吧 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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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怎么纠缠谁认识 炒作之类的 最近你爷爷身体不好 说话 一定要注意 你可别怯着他了 嗯 知道了 爸 炒作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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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这么执着 那个女人 给你过了什么迷魂汤啊 沈岩石 我警告你 我们沈家 绝不接受 普通人嫁进来 爷爷 向南她真的是 公家的孩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个DNA 早就出来了 你还在这狡辩 那份DNA 鉴定报告是假的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弄到 真的DNA鉴定报告 你 你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 来人 把她给我关进房子里 不许再出来 爷爷 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 下周安排 和李家前进订婚 爷爷 你想造反不成 你爷爷身体不好 你就少数两军 赶紧先回房间去 走啊 沈通言 让你夫人 去见见那个相反 看她到底有多难成 这份待言 又终止了 前几天刚签约的广告 对方今天上午发消息说 签约暂缓 看来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 还真是很大呀 主要这个热度 它一天比一天高 我们根本压不下来 那个宫殿简直是坏透了 它根本就是故意搞我们的嘛 好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 还是想想怎么好好公关 拖过这次风波 暖暖 外面有人找你 说她是 她是沈总的母亲 怎么回事 需要我转人帮你处理一下吗 哦 不用 那个 该面对的事情 还是得我来面对 大家先出去吧 我自己来就好 向暖 你就是向暖 对 阿姨您好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 当然是为了沈彦石的事 说吧 多少钱 能离开沈彦石 你这笑是什么意思 阿姨 我想您可能误会了 我跟沈彦石已经分开了 而且我们 不会再在一起了 你别以为 你那点小算盘我看不懂 你是 想把我先打发走 回头 好给沈彦石告状 是不是 我劝你 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 否则 我们沈家想搞死你 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反正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了 站住 别在我面前装贞洁烈腹 现在外面谁不知道 你想嫁入豪门都想疯了 还自导自演了一场 豪门千金回家的戏 你不是为了钱 那是为了什么 行 那您开个劲 您觉得能给我多少钱 看吧 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想要钱 你就直说 装什么种 一千万 怎么样 一千万 您是觉得这一千万 沈彦石给不起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想您要搞清楚 只要我不离开沈彦石 别说一千万 就算十倍百倍 他都能给我 所以我犯得着在这 跟您说什么 钱不钱的问题吗 你 你耍我 我不是在耍你 而是我希望你能 好好听我说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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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什么东西 进来 沈总 周虹去找向小姐了 什么 沈总 老爷说您不能出去 炎石 你看什么去呀 爷爷 我要去找向他 什么 你要敢今天出这个大门 你就别回来 你就不是我的孙子 沈家就没你这个人 哼 烈石啊 烈石 你最近身体不好 你就不能不记他吗 那女的 有什么好的 让你连爷爷的安危 都不顾吗 哼 我必须要去找向南 爷爷 你保重身体 对不起了 沈彦石 你这个兔崽子 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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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听你好好说话 我告诉你 要不是为了沈彦石 你以为我会在这听你废话 你就算给我提鞋 都不配 想紧我沈家的门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我们沈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座主 我不管你是不是公家的人 我不管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只想要你向南这个人 沈彦石 你又发什么疯 我昨天仔细想了一下 可能确实是我表的方式 出现了问题 我想让你去做亲子鉴定 不是说我在以你的身份 我只是不希望别人冤枉你 如果你不想做 那我们就不做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之前确实不太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自从你从永州村出世了以后 我明白了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知道这种感情是不是爱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 绝不能失去你 向南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爱你一次 可是你们沈家不是要门当户对吗 而且你说重新在一起 该不会还是想让我当你的情人吧 不会 我要的是光明正大的 可以官宣的那种 可是 我会给你看到我的决心的 沈彦石 现任沈氏集团总裁 这是真的吗 是 你不恐怕 不就需要你来养我了 沈彦石 你怎么来了 这话该我问你吗 你怎么在这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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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爷爷 让我来 看看向小姐 顺便啊 跟她聊一聊 不需要了 你回去吧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我已经跟爷爷说过了 好 那我先走了 你没事吧 多谢沈总 百忙之中还抽空来替我解围 谢谢 抱歉 我不知道她要来找你 早就听说沈彦石有一个继母 两人关系相处得不好 吉日一看却有此事 没关系 这不 也没出什么大事吗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只是搞不懂 我搞不懂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只是想要你 沈彦石你疯了 放心 这也不完全是因为你 这也是因为公司内部出现了点问题 我需要这么做 真的吗 真的 以后 我就不是沈家的人 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没有任何的阻碍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管她以后怎么办呢 你现在 好好想一想 怎么请我吃一顿大餐就好 好了 现在我们的误会解除了 只用好好想一想 晚上我们去吃一顿什么样的大餐就好了 好吗 好 说吧沈大总裁 想吃什么 让我想一想啊 我有一个好地方 我带你睡 三个六 师哥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介绍一下 这两个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 我当然要带你见见 舍得某些人总说 我把他藏在家里 当一只金丝雀 你就是把我师哥 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个小明星吗 别乱说话 抱歉啊 这人从小嘴就碎了 没关系 早知道你会来 我就不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个就是赵静吧 前阶段传出要和沈岩石订婚的那个赵家千金 你放心 我呢 肯定不是来找你要账的 师哥 这个呢 你现在可得叫弟妹了呀 要不是你帮我公司渡过了难关 我会跟你在一起 师哥 那件事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个真不怪他 只不过是他们家负责网络通讯的人 先找了人 想 讹你一遍 这不是最后也没讹成吗 要不然这样 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们俩之间的恩怨啊 就一笔勾销 好不好 放心 我从来没把他放在心上 沈岩石 你还真是一点也没变 你们都介绍完了啊 该我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女朋友 瑶瑶 行了 咱坐吧 别站着啊 来 快 坐坐坐 来坐坐 让我们兵士前嫌 大团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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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满意吧 这些可都是我最好的成绩 挺满意的 继续保持 好 咱们这么喝酒 是不是太无聊了 要不要玩游戏啊 怎么玩 怎么玩 真心话 打冒鞋怎么样 幼稚死了 谁要玩 打幼稚了 我 你玩这个 突然想玩 没想到沈岩石还有这样的一面 我这儿有六张牌 其中一张是红套A 难道红套A的人啊 可以向其他人提问一个问题啊 彩排 谁拿了 哎 第一张在我这儿 我要提问 草脸 说吧 你选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啊 我 我当然选择大冒险了 那你去拔 沈岩石的一根毛 不能是头发 也不能是眉毛 关我什么事啊 张琪啊 我常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 那我还是选真心话吧 好啊 那你就说说 你爱过几个人啊 快说 这不是还给自己挖坑吗 师哥 为了你老弟的幸福啊 你就献祭自己的一根毛发吧 你让我献祭哪儿的毛发呀 我想让你献祭 哎 有了 没说汉毛不行吧 输不起 算你厉害 你给我等着 再来一次 这次啊 咱们晚点刺激 好 来 好好 来 这次提问牌 在我手里 很厉害 快问快问 这下可热闹了 沈岩石啊 这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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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殿 你来了 年姐 你终于来了 我们等你好久就差你了 还得让你最爱喝的酒 走下喝点吧姐 还来了不少新朋友 看来咱们这个圈子真是越来越热闹了 向暖 好久不见 你是跟着艳石来的吧 也对 艳石那么善良 我也是他带进来的 那时候我才七八岁 胆子特别小 只有艳石和我玩 他带我认识了一群朋友 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感情特别好 可能 外人没法理解 你不知道她们什么关系吗 你叫她来干嘛 我 我没叫 我以为是你叫她 是 是 姑娘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道敬 说过多少次了 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别往我们圈子里面带 啊 你们圈子 你们圈子 你以为你是什么稀有动物啊 还搞起排外这一套 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啊 这儿 有人拿你当盘菜吗 一进来就扫兴 少说点去 少说点去啊 艳石 下一次你们再带外人进来的时候 记得提前跟我们打个招 向南可不是外人 她是我的女朋友 来 姑娘 今天呢 本来是我们三对情侣一起的聚会 所以才没有邀请你 现在看来 你才是不受欢迎的那个吧 就是啊 我们在这儿玩得好好的 你说你来干什么 真是一颗老鼠屎 惹得一锅心 你们两个 倒是统一战线了 真是 行了 都怪我啊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 这样 我 自罚一杯 自罚一杯 我也来个 别闹这么僵嘛 大家都是朋友 以后还要在一起玩嘛 对不对 对 我们正在玩游戏呢 真心话大冒险啊 那个下一轮带你 轮到相短提问了 你先问 好 好 神验石 你是选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 我选真心话 好 那我问你 除了你的亲人之外 这辈子 你爱过几个女人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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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要我说呀 这就是一道送命铁 他还鸡贼的把亲人特别加上 我看你还是选大冒险吧你 一个 有问题吗 我这辈子 就爱过你像的 一个人 不是 他好像是让谁多赦了 你还是沈夜时嘛 对不对 我 我混完了 你们继续 发牌啊 对对继续 快收牌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宁姐 祖师再喝会吧宁姐 慢走不送 他一定是太高兴了 毕竟我们石哥 都有自己的心上人了 他高兴是应该的 对对对 来咱喝一个 这样 来 祝我们 长命百岁 永远不死 永远不死 来 干杯 干杯 沈总啊 你这都在家躺一个周了 集团的事真不管了 我现在突然发现 为别人养着也挺好的 我可不想继续养着你 你太难养了 小暖 我可没花你多少钱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为了你好吗 那你这样总归也不是个事啊 哪里 我有事 我要出去一趟 你不用等我早点休息 是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事 相信我 沈总 你这样说 老爷的状况 特别不好 什么 臭小子 你还敢回来 你为了个狐狸精 你看看 把你爷爷都喊成什么样了 谁也是 我告诉你 你爷爷再有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好了 别气啊 怎么样 不是很好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 好点了吗 滚 爷爷 那你赶快好起来吧 你要好起来了 我什么都听你的 滚 你就先出去吧 别人现在不能受刺激 快点出来 你爷爷不想见你 燕石啊 如果你真担心你爷爷 不如就和李家那个千金啊 把婚定了 我的事轮不到你来指定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儿犯婚呢 你是不是觉得 什么事情 比你爷爷的命还重要 江小姐 林特助 你怎么来了 沈总让我给您收句话 谢谢 沈总他 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没有 是 是他爷爷出事了 就是那个执意反对我们在一起的爷爷吗 向小姐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沈总 他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也希望你能相信他 我们沈总说的事一定做到 他说什么了 他说 让你一定要相信他 他说除了你 别的女人都不会娶 他 他是又要跟谁传出绯闻了是吗 老爷子身体快不行了 他唯一的想法 就是让沈总和李家千金订婚 不不你放心 我们沈总说了 他一定会想办法的 他之前卸任沈氏集团的总裁 也是因为我对吗 反正向小姐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沈总就对了 他这次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沈总从小母亲就离世 父亲娶了姬母不管他 他从小是他爷爷带大的 所以 实在不能放任老爷子不管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向小姐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沈总 林特助 帮我 重新安排一个和公家的亲子鉴定吧 向小姐 你不是 不是不想做那个鉴定吗 有的事情是躲不掉的 那不如 直接面对他 而且如果我真的是公家的大小姐 沈严实就不用跟李家千金订婚了 对对对 而且向小姐 你真的是公家的真钱金 是真是假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沈严实他那么努力地跟我在一起 我如果不做点什么 实在是对不起他这份真心 好 我尽快安排 我们沈总知道 一定开心思了 我先走了 慢走 他妈都死了两年多了 我总不能一直不找女人吧 不是不让你找 看你找的什么东西 对我们小时 不好 爸 这事您就甭管了 你 红玉什么人 我心里清楚 得了 跟你不说 你 小时 别怕 有爷爷在 小时 别怕 爷爷在 小时 小时 爷爷 我在 订婚宴 是哪一天呢 爷爷得去呀 等爷爷好了 我们就订婚 不行 就放在后天 趁我还有一口气 我得看着你订婚才行啊 好 我答应你 喂 轩姐 怎么了 暖暖快点 今天沈总和李嘉千金订婚了 你说什么 怎么办呀 需要我派车户去接你吗 不用 轩姐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林特助昨天说我的DNA检测报告今天出结果 我需要你去医院 亲自拿到报告之后交给我 放心 保证挨着任务 那 那你去哪 我去订婚现场 好 听了消息 向暖今天又做了一份和公家的亲自鉴定 今天出结果 什么 把他给我拦下来 一定不能让鉴定结果出现在这 是 向暖 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也别想得到 而且只要有我在 这辈子你都进不了公家的祖谱 是 检测报告我已经拿到手了 我这就往你那儿赶 但是 好像有人跟着我 能不能把他们甩开 你好小姐 请问你有邀请函吗 我就进去找个人 马上就出来 不可以的女士 没有邀请函就是不能进去 拜托 拜托 就两分钟 求您通融一下 两分钟 两分钟我就走 哟 我当是谁呢 怎么 谁也是订婚 你连张邀请函都拿不到啊 你在这儿对于什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要跟你订婚呢 你 他不跟我订婚 不是也没跟你订我 至少我拿到了邀请函 你呢 连大门都进不去 向短 这人是沈总之前 包养的那个小明星吗 他怎么来了 不会是被包养出幻觉了吧 觉得沈总真能娶他 向短 你怎么来了 保安 把他请出去 我今天来这儿 是想表明一件事情 还乱给干什么 把他赶出去 陈彦石 你这是要造反吗 没有 我想听听 他到底想对大家说什么事 都这个时候 你还这不嘴里 我想跟大家表明的是 我和沈彦石 才是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 是女人疯了吧 看来明天又要上热搜了 谁也是 你是要把人要丢到底吗 他说的没错 他说的没错 我和他 才是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 谁也是 他就忘了你爷爷 爷爷还没上台呢 第二件事情 如果你们沈家 一定要一个门刀户队的豪门千金的话 那我也不差 我是公家的亲生女儿 这是谁啊 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 你肯定见过呀 大明星向暖嘛 为了加入豪门 碰砸公家的那个 真够不要脸的 今天竟然还敢来这 你该不会是还想着怎么嫁给沈总的吧 宝安 把他给我拦住了 千万别让他打扰沈总的订婚仪式 好的 公大小姐 女士 你也听到了 没有邀请还就是不可以进去 也请您不要为难我 接下来 我宣布 全自沈宴时的订婚宴 正式开始 宣布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现在 有二位准行人 在大家的见证下 签订婚语 这也标志着 我们沈家和李家 两家洗劫连礼 让开 所以 我 我反对 我是公家的亲生女儿 什么的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说什么 他说 是我们的女儿 前一段时间 我们做过亲子鉴定的 小小姐 你不能胡说呀 宝安呢 还等什么 这人就是来搞事情的 还不把他丢出去 之前那份亲子鉴定 被人做了手脚 我又重新找权威机构 做了一份 鉴定显示 我就是公家的亲生女儿 什么 亲子鉴定报告 叫人动了手脚 是谁做的 向暖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 你是想加入豪门 想疯了吗 你说我们的检测报告有问题 我还说你那份报告是假的呢 他那份报告 已经被我们拦了下来 而且 你的报告呢 拿出来给我们看呀 宣姐总是不来 我当然有报告了 只不过我现在 只是什么 向暖 你就是来捣乱的 我证明 向暖就是公家的亲生女儿 我看过那份报告 月时 你说什么 你说他 他是真的 欢欢 妈 你别信他 他俩是一伙的 向暖 你根本就拿不出鉴定报告 你要是拿不出来 就是在捣乱 我可要报警了 我 等一下 咱们弄成这样 当然是有人 不想让我把这份亲子鉴定 送过来 怎么搞的 一个女人都拦不住 宣姐 谢谢你 不用谢 狠狠打她的脸 都看到了吧 这份报告结果显示 我就是公家的亲生女儿 就是 怎么会 之前的报告 说不是啊 之前的报告 怕是被人动过手脚的 对啊 之前的报告是公孽亲自监督的 你凭什么说我们检测报告是假的 我还说你这份报告是假的呢 对啊 谁不知道你向暖 想加入好门想疯了 没准你这份才是假的呢 可不是 各位可别被这女人骗了 人家是职业演员呢 演起戏来 可是一顶一的真实 我这份报告呢 是市中心医院开举的 如果不信的话 现在就回你打电话去查证 你的呢 是哪里开举的 给我们大家证明一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之前的那份报告 到底从哪儿来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梦里身体不好 她就腰肠 我母亲也因此患了病 后来你去了环境 你的年龄跟我妹妹一样 我妈妈错把你当成了她 于是让我一直照顾你 临终前还让我在照顾你 所以你是因为妈妈的遗愿 不确实 但是随着时间 慢慢我真的把你 当成了我的妹妹 谁要当你妹妹 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们也别想得到 小暖 公年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谎话 公年 你冷静一个 你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 我怎么好好说 反正我今天也活不了 那我就让她和我一起死 公年 伪造文件并不是什么大事 你如果自首的话 还可以视情节而解轻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伤害了相当 那是要坐牢的 我不要坐牢 坐牢比死了还难受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人因为我是我而爱我 你们每个人都拿我当体身 你们 你们这些年一直拿我当你们女儿的体身 你 就连你也拿我当你妹妹的体身 凭什么 凭什么 公年 你听我说 你感觉到失望是因为这些年 你一直将目光放在他人的身上 所以才会有贪念的 你闭嘴 我贪念 我想要爱 我想要亲 钱就成贪念了 那你想要这些的时候 怎么不说是贪念呢 我是想要这些 所有人 所有人都想要了 但这不是生命的全部 你要学会怎么爱你自己 你少在这架行行 你得了便宜还卖乖 现在好了 沈彦时和公家都是你的 向暖 你得意死了吧 但是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公年 沈彦时啊沈彦时 原来你也能有这种表情 还真是难得呢 公年 你说好了 你要我怎样 你才敢放我笑吗 好啊 你这么在乎他 你跪下来求我 不 不能跪下 公年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放过花花好不好 我求你 我求你 你们俩也别给我闲着 赶紧把公家资产 转到我名下 我就放了你们女儿 哪儿来的 还能是哪儿来的 当然是我伪造的 你说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明明知道我们找欢欢找了这么多年 公年 我们公家待你不保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待我不保 你们根本就是在找替身 你们根本就不是对我好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做替身 凭什么他一回来我就要离开 没有人让你离开 你这孩子真是坏臭了 对 我是坏 我天生就是怪猪 可我求着你们养我了吗 你们养我又是为了什么 没让我去跟魏家联姨 说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你们会把她嫁过去吗 沈岩石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习惯我还对我这么好 因为 我有一个妹妹 什么 怎么 现在觉得钱比女儿重要 毛毛而矮的老东西 行 主案 我现在就联系律师 你还等什么 还不赶紧跪 不要 不要 小楠 比起你的安慰 我的尊淫什么都算不上 公年 对不起 之前都是我的错 我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小楠 沈岩石啊 沈岩石 你也有今天 你们 这些不尽人情的东西 明明我才是陪了你们二十几年的人 而他呢 他在什么 你们 你们别想 抓住他 放开我 没事吧 走 去医院 我没事 沈岩石 倒是你 赶紧去想想怎么公关吧 今天事情要传出去 媒体又要乱线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这种场面上的事 我 皇冠 我的皇冠 二位若是不信这份报告的真实性 可以去医院求证的 不用 不用 我们见你头一面 就能确认 你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是啊 都怪这公年 他怎么这么歹毒啊 还想咱们公家财产 这次 非让他老得作传不可了 沈总 人已经控制住了 现在要送到警局吗 大叔 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 皇冠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回咱们家看看 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找你 最近准备一下吧 放开我 给我去死吧 主持 你 我心愿着不断绝 又不愿意始终的 别已经忘了 你别动 别动 伤了 我本来笑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你别动 你 别动 但未婚 我会嫉pen 真的 我会不及 让你 您不必担心 沈总进去的非常紧实 而且 医院的医生都是国内最顶尖的 不会有问题的 我看你也受伤了 需要叫人帮忙看看吗 肯定会没事的 他还没有给我亲手戴上戒指呢 一定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没事 没事 别说 但是没有什么 但是那么东西 我得看他自己的眼神 你们好好照顾他吧 眼神 nothing's going to stop me I'm making my way home I'm making my way 眼神 今天天气可好了 隔壁病床的阿姨都出院了 让老伴来接他 他们可幸福了 你说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啊 太疯狠的阿姨都出院了 还有啊 昨天草莲和明天亮他们来了 带了好多水果来 但是他们实在是太吵了 我就让他们回去了 他们说 今天他们还来 我还要是太疯狠的阿姨都出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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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漫天都是想休息 花在天空 芳芳眠 好想许多小眼睛 哥哥你快来 妈妈说要唱歌给我们听 来 来来 你们留下来好不好 不要走了好不好 好 我走了 谁是谁是星星 医生医生救人了 转一杀身 满天的坚持 转一杀身 你醒醒 转一杀 盛图 盛图 小石 你怎么来了 妈 我好想你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快回去吧 老婆 妈 我要在这儿陪你 小时 快回去找向晚 好好过日子 不用担心我 我有你妹妹陪着 已经很开心了 沈云士 沈云士 没事的 沈云士 你要是累了的话 可以不用这么快醒来 我会一直当你的 我怎么舍得你呢 沈云士 我会回来 你 你 你 我 你回来 别动 少了 我把蓝小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你别动 打死你 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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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 你不 I'm not going to be the best When I'm happy Nothing's going to be the best I'm making my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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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sh 你不必担心 沈总进去的非常紧实 而且医院的医生都是国内最顶尖的 不会有问题的 我看你也受伤了 需要叫人帮忙看看吗 肯定会没事的 I'm making my way 他还没有给我亲手戴上戒指呢 一定会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I know I'm coming back for you 别说 I love is a river alone The best ride in the ground I know I'm coming back to you 你们好好照顾我 When I'm happy Nothing's going to stop me I'm making my way home I'm making my way 哎呀我的暖暖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你一定是最漂亮的新娘子 怎么啊 那你什么时候也来一场盛大的婚礼 哎呀我早着呢 怎么啊 我听说那个林特助最近对你很引起发 哎呀你怎么又提他 哪把嘴没撇呢 行 等你俩有一撇了告诉我 我给你们抱一个大红包 哦 师哥这一转眼你都要结婚了 你真的是要感动死我了 是啊什么时候你也来一场 我什么时候来不得看我家那位吗 恭喜你啊 终于娶到了自己最爱的人 是啊 我的人生圆满了 神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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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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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耶语啊